飞庸好像成为港剧里特有的标志 其实在香港 飞庸不是有钱人才能用得起 普通的中产家庭也在雇佣 因为他们一个月的工资只需4370港币 在这个连洗碗工都要一万五起步的城市 飞庸确实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据不完全统计 飞庸支撑着香港200万人的生活 本期的波罗巨叨叨就和你聊聊 港剧里飞庸的真实属性 每天七点准备早餐 晚上做饭洗碗切水果 大概忙到九点下班 除了公共假期之外 每周只休息一天 飞庸796工作制 让你体验过一次就离不开了 港剧里飞庸的出现一般都是用来搞笑的 他们口音奇怪 穿着女服装 好像总是听不懂主人在说什么 第一代飞庸出现在70年代的香港 他们主要受聘于在港的英美家庭 80年代后才在香港流行起来 差不多也是TVB剧在大陆流行的时间 飞庸日常工作大致为 遛狗做饭带孩子 以及一些其他家务 你敢相信 30%以上的飞庸都持有大学以上学历 65%拥有中学学历 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那是必备技能 飞庸已经成为香港文化的一种 据说菲律宾政府特别重视这个群体 每年圣诞节还会在首都国际机场 为他们铺红毯 欢迎回国探亲 港人很喜欢飞庸 对于本地或者内地的保姆 一般很少雇佣 因为飞庸工作勤奋 有很强的边界感 让他们多干一点也不会提出加薪 更不会和主人产生感情 也不会把人权挂在嘴边 这就是飞庸 哪怕今天你让他把家里彻底清扫一遍 包括洗你的车 他都不会收取额外的费用 而且他们在做饭上收过专业培训 可谓中西合璧 从麻辣香锅到惠灵顿牛排 他们都能无缝衔接 不仅是为上班族省了时间 还提高了生活质量 更有意思的是 飞庸者要求飞庸在家必须说英语 要给孩子创造良好的口语环境 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新闻 说香港某太太在网上吐槽 自家飞庸讲英语有口音 她带坏孩子 结果被网友吐槽 差不多就可以了 实在不行 给你家飞庸报个英语培训班 港剧里飞庸一出场 女的黑白女服装 男的牵着大狗狗 说起香港文化 飞庸仿佛总也绕不过去 你很难相信 就是做保姆 人家都是拿着学历来的 为什么港人特别放心 把全家都交给飞庸保姆 因为他们不仅勤奋 还会和主人保持应有的界限 不会因为在你家时间长了 就嚼舌根子 把自己当成家里的一份子 或者和主人搞暧昧 飞庸有很严格的专业素养 他们会把每一笔菜场 和超市消费记录完整 有账单 有小票 并且对头发 指甲长度 单独吃饭等情景 都会体现在合约上 一旦违反他们 甘愿罚款 严重的还会被取消签证 并且每一份工作 都要有上一个雇主的推荐性 所以飞庸特别在意 雇主对他们的满意度测评 所以飞庸已经占领了香港市场 本地或者内地人 蓄了根本毫无竞争力 据说当年香港经济衰退的时候 还明文规定 飞庸下班以后 不可以外出兼职打工 就怕他们和本地人抢饭碗 因为飞庸实在是太能干了 虽然港人已经离不开飞庸 但也不会给他们涨工资 关键是 飞庸也不会提加薪的事 他们的薪资 依旧是每月5000左右 这种收入在香港 根本连房子都租不起 所以公司统一都为他们提供了住宿 这个收入在香港看着很少 但回到菲律宾 这个收入就很多了 首都马尼拉的大学生 月薪也不过3000左右 之前说了 飞庸在香港的工作制是796 早上7点上班 9点下班 每周只休息一天 那这一天的假期 他们如何娱乐呢 点关注 咱接着往下聊 看港剧 对飞庸的生活一直很好奇 他们下班通常会干什么 高档场所肯定不去 难道是在海边坐一整天吗 后来有人告诉我 想了解飞庸的快乐 可以周末去趟中环 广场上地铁口 天桥下游廊里 你都能看到席地而坐的飞庸 在统一放假的日子里 他们会约上老乡 带着野餐店或者纸板 一起聚餐聊天 甚至有人在天桥下举办婚礼 食物都是自己带来的 没有复杂的仪式 就是聚在一起唱个歌 跳个舞 当然世人就有阴暗面 飞庸群体很庞大 也会夹杂着坏人 比如偷雇主东西拿出去卖 还有得女飞庸常年在香港 而丈夫在国内 时间长了夫妻感情出现问题 但又没处诉说 飞庸在香港的真实生活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总之为了赚钱都不容易 但总体来说 飞庸的素质还是不错的 港人特别崇尚精英文化 尤其是女性非常独立 他们认为请飞庸 使生活必须各司其职 如果飞庸引进内地 你会不会聘请呢 评论区聊起来关注 我怕想看TVB的时候 就真的找不到我了 对